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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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同學大家早 歡迎回到老師的頻道 我是那老師 君明老師 今天呢 我們要來繼續這個 複習我們的數學 那這個等一下喔 好 來 這個 關於複習呢 我們昨天 昨天有這個 23號的禮拜三 那各位 有點進去Jumbo 然後Jumbo 你又完成第一頁 我看到有些同學有傳過來 那些同學如果不熟悉 你在多練習 那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那老師有提供你 請你繳交作業的時候是 用這個作業版喔 作業版 那 他留一個空白版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想要練習更多 可能他有平板啊 他比較方便 他可以練習其他的提醒 那就提醒你 繳作業的時候 如果你有辦法繳的話 請你繳作業版 那空白版是留給你練習的 一樣是有繳交運的話 你期末是有加分的 那如果沒有辦法 你就盡量啦 那這有兩張圖片 你點開 對你是有幫助的 就這邊有說 兩張圖片請你點開 對你有幫助 大概就是提醒你交作業 以及你萬一把東西刪了 你該怎麼辦 或者是你想要重新把它刪 把它刪除 然後重新這個還原的話 你要按哪個方式 你就可以利用底下的 好 那我們今天一樣 我就點這個作業版 因為我上課寫的內容 會在作業版上面 好 這個是在電腦上 電腦上 我就不太好操作 我使用ipad上面的操作 等我一下 好 OK 一樣齁 其實你家裡有鋁箔紙跟棉花棒 你就可以把它做成像這樣一支筆 你可以上youtube搜尋一下 棉花棒跟這個叫做 鋁箔紙怎麼樣做成觸控筆 好 在這裡呢 等一下 把ipad架一下 比較好險 好 首先 這個 我一樣從開始那邊操作給你看 我們就是 點今天的 然後有兩個附件 有兩個附件 這個作業版 作業版 記得 這個ipad的話 你要點右上角這個箭頭 它會自己把你切到jumbo裡面來 好 今天呢 一樣 這一個是給你做 大小 好 比大小 這邊給你做 好 從第二頁開始就是老師來做 那當然你可以利用空白板 空白板就都不會寫 你要額外練習 那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個練習完你不用繳交 你要繳交的是這個作業版的第一頁就可以了 好 後面 好我們來進行 來 看一下這個題目 405 多少乘以9等於405 這是乘法的 我們 如果要算出那個 倍乘數啊 右下角要按比 好 如果我們要算出這個倍乘數 怎麼算 你是不是要拿405 他說用指示算算看嘛 所以我們直接拿405 除以9 然後 9 4不行 9多少 接近40 9 4 36 45 9幾 45 95 45 所以就要找到這個答案是45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45 好 他的答案是45 好 因為我們要找的是格子 好 這應該很簡單 再來 第二個 這個 128除以多少等於8 那 你知道嗎 128除以8 會等於這個框框 框框乘以8 會等於128 這樣的關係就是要超級熟練的 好 我們現在要來解決的是 這個 我們要解決的是掛號 掛號怎麼解決呢 拿128 8 除以8 直接12吧 81 8 想解 4 8 掉下來 8幾 86 48 所以這 括號就是16 答就是 16 對吧 這很簡單 好 第三題 好 再來量 20公分 8毫米 6公分 7毫米 這要怎麼算指示 因為最後問公分毫米 所以你就可以請你 寫下他的 這個 定位版的方式 20 然後 8 6 然後 7 相加 這邊是15 這邊是26 好 這個15要改變一下 所以我要把它換一下 10 因為 10毫米 等於1公分 所以只有15毫米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1的部分換過去 換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就變27 這邊剩5 所以這邊就是27公分 5毫米 所以打就會是27公分 5毫米 對吧 好 再來 你如果空白板用滑鼠 其實這蠻難用的 滑鼠沒有像你手寫這麼 這麼直接 好 我們接下來的算是5公升 700毫升 以及減掉365毫升 最後我們幾公升幾毫升 這個呢 我們也是直接 我用這個 5公升 700毫升 減掉 365毫升 0減5 不能減 前面前面戒 6 然後這邊10 被接歪到這邊9 10 跑到這邊來 10-5 9-6 3 6-3 3 5公升 是不是就5公升 335毫升 這個 要麻煩你 寫的時候 要注意 你可以拿 你要記得拿這一張空白紙在旁邊 跟著危機練習跟昨天一樣 拿著空白紙在旁邊跟我練習 好 再來換下一題 如果太快你要記得可以 你可以倒帶 你可以倒帶 好 256除以8 256除以8 我們先來算 最後還要驗算 他分成兩塊 所以我們先把 256除以8 8 3 24 8 2 16 所以這答案是32 那驗算你要怎麼驗 你就要驗這32是不對的嘛 所以我們就把32 乘以8 8 2 16 近1 83 24 是不是就256 所以 答 答要寫什麼呢 你要寫是32 因為這邊是驗算 因為這邊是驗算 這邊只是驗算 右邊只是驗算 好 下一題 500除以7 然後也要驗算 所以我們直接先拿500 7 76 42 77 49 71 7 余3 那我們來檢查到底算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拿 跟剛才一樣 看前面 我們是不是拿 8 32 32 8 相乘 所以我們這裡 是不是就要拿 7 71 7 7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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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那這個3怎麼辦 這個3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就要把 497 加3 近1 是不是就500 所以答 500 對嗎 答是500嗎 不是喔 答是71 與3 OK嗎 好 再來下一題 這個換成應用體了 1瓶580毫升的蘋果汁 和1瓶650毫升的鳳梨汁 調和成綜合果汁 總共是幾公升幾毫升 有兩個嗎 當然是後面這個 重點是前面的數字跟單位 要調起來 所以共有 我們就要把它調配 相加 調在一起 所以我們先 如果是你我就直接先相加囉 橫式第一高 列出來 這個橫式可以算了 0 8加5 13 近1 5加6 11加1 12 1230 1230這個單位是好升 那我們現在來換 看嗎 是不是就要等於 1公升 230 號升 是不是就是 1公升 230 1公升 1公升 230 230 號升 所以就這樣算就可以了 好 再來下一題 水桶裡有這麼多的水 有這麼多的水 請問要加上幾公升幾毫升的水 才會有這麼多呢 所以一開始旁邊如果畫個圖 一開始有這樣的水 這是實際有的 然後他問說 不知道加多少 到這邊 然後才可以讓全部是 這個 4公升 1公升 對呀 這邊邊不好寫 才會是這個 對吧 這前面是一開始 所以這個圖 你可以看到一開始 1090毫升 然後不知道要加多少 不知道加多少 就是這個問號 然後可以加出4公升 800毫升 所以你看到這種算式 當然你可以先列括號的算式 然後我們最後再來減 也OK 也OK 或者是你直接看到這個 你就有感覺嗎 我們是不是就拿 虛線的高度 然後去減掉 這個 底下 1090毫升 所以一開始列是 4公升 800毫升 減掉1090毫升 對吧 那這樣子 你要怎麼算 你是不是就會拿 因為題目問幾公升幾毫升 所以我是你 我會先算 1090毫升 會等於 1公升 90毫升 然後接下來再來算 指示 指示是不是就可以算了 先要寫公升 毫升 這個 4公升 8公升 800毫升 減掉1公升 90毫升 相見 這邊減完 710毫升 這邊減完 3公升 3公升 710毫升 710毫升 你會換算 你會換算 然後前面要先列指示 不好意思 先列橫示 橫示 然後再開始計算 最後要打 好繼續喔 好 我們來看這個一盒果凍12個 哥哥吃這麼多 比弟弟 比哥哥多吃 所以弟弟比哥哥 所以弟弟吃比較多 所以那要問說 弟弟到底吃多少 已經知道哥哥了 那我們再看看 弟弟吃多少 弟弟比他吃多少 所以是加上去 多吃多少 所以是不是把 這個 12分之4 加上12分之3 等於12分之7 這個算簡單題 這算很簡單的題目 好 再來下一個 陳媽媽一塊 田地 九分之二種甘蔗 九分之四種菜 其餘的土地種花生 想問你花生的部分是多少的甜 好 我可以畫圖給你看 他有九塊 小 其中 九分之二是甘蔗 然後九分之四種菜 菜的格子太小了 不好意思 我就會畫圖 對 三兩塊是種甘蔗 其中兩個是種甘蔗 四個是種菜 那剩下種花生 所以這裡就是花生 你用看難道九分之三 可是你要怎麼算 你要怎麼算 我們是不是首先 會先把這個九分之二 加上九分之四 然後等於九分之六 然後呢 整塊是不是一 整塊是一嘛 那一要減去這個九分之六 你是不是就會知道 這個一是九分之九 減掉這個九分之六 就會等於九分之三 所以 種花生的部分是九分之三 單位是什麼 快 看題目給你什麼 OK 這也很簡單 好 再來喔 第十二體 第十二體 這個小素描 原來的高是這麼高 一個禮拜之後 小素描變得更高了 那請問他長高多少 長高多少 最後問的是幾公分幾毫米 所以我們是不是拿 就先列橫式嘛 先把28公分 5毫米 減掉 13公分 8毫米 接下來 只是 這個兩個單位都要寫而已 因為是兩個單位想減 好 5分減8怎麼辦 跟前面的借 你跟他借1 他剩下27公分 那這借過來是1嗎 因為只借1過來啊 不是喔 為什麼 因為1公分 等於10毫米 所以你可以這邊借1公分 這邊就變成15毫米 15減8就會算是7 好 那27減13 4 1 所以是得到14 公分 7 毫米 對嗎 好 再來喔 第13頁 這一大題要你先把算式記下來 用有括號的算式記下來 再算算看 所以工廠生產了510顆球 若干顆 裝成1箱 就是不知道 有多少 就是每 不知道多少顆裝成1箱 好 裝喔 然後剛好可以裝出3箱 你要怎麼列事 既然看到這種分裝的題目 你就知道 不知道 幾顆裝1箱 可是最後可以裝出3箱 這就是第一個 算是你列出來了 好 我們接下來要拿510 除1 3 因為我們要算的括號嘛 所以是313 21 37 21 這減完0是不是掉下來 0掉下來後面也沒辦法算 就是170 所以記得喔 後面這個0 後面這個0很重要 那是因為後面底下沒得算 那是因為這邊沒得算 所以才有這個 底下這邊是可以省略不斜的 那這個0 170 170 最後這個0 很重要 別忘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打 每一箱有幾顆 170 顆 有170顆喔 好 再來 好 來 這題答案是170 我們要繼續喔 往後 這個 小美有一些糖果 評分給6個人 每個人可以得到16顆 剩下4顆 小美原來有多少糖果 所以一開始的糖果你是不知道的 他去分給 他去評分給6個人 然後每個人可以得到16顆 還剩下4顆 所以要來找那個貝楚術嗎 這很好找啊 是不是就拿16乘以6 16乘以6 然後接下來 如果你不行就拉指示 可以的話就跟我一樣 66 36 進3 616 96 再加上4 就知道是100 所以請問你 最後他到底原來有多少顆 100顆 有100顆 好 再來第15頁 主酵母菌有6坪 慢慢要買幾組 才會有138坪 一組有6坪 不知道要買幾組 就會有138 這算是很簡單的喔 直接列照的列就可以了 那怎麼算括號呢 是不是拿138 除以6 你這邊要直接拉指示也可以 好 138 除以6 622 638 638 這邊就是23 就是23 所以媽媽需要買幾組 23組 媽媽需要買23組 好 再來最後一題喔 如果你覺得有點快 你就可以重複 或是你把YouTube可以調慢一點的動作 最後一題 沒有 就是這樣子 就多按到一頁 好 記得喔 寫完之後就要打勾 左上角要打勾 你們的功課就是第一頁 各位作業是第一頁 好 來 第一頁呢 就是 一樣要把筆打開 然後去 看哪邊大 或者看有沒有相等 那這就是各位的作業 回到電腦 好 記得喔 你要點選的是作業版 不要點空白版喔 空白版是給你 全部是空白的 就是題目沒有被畫過 沒有被我畫過 你點作業版是 第二頁之後 開始被我畫過 好 就是我上課 就是剛才 你看到的那些部分 OK 那 今天一樣 一邊複習 然後一邊 去練習這個Jumbo 好 那如果你 你也可以把 全部聽完一遍之後 你再看第二遍 然後再跟著我一起算 也可以 好 那 各位同學 就先這樣囉 那 有任何問題 就麻煩你 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沒有 你就 好好的努力完成功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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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